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 副总统哈里斯拒绝主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国会的演讲 根据内部消息 哈里斯不仅拒绝主持这场演讲 还在拜登宣布不在竞选连任之前就已做此决定 民主党内部对这次演讲的态度分裂 一些自由派议员计划抵制 而共和党则全力支持内塔尼亚胡 此外 哈里斯在对待以色列和加沙战争问题上的立场 可能会对他未来的总统竞选产生深远影响 这场演讲背后的政治博弈和国际关系 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话题讨论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则来自《华盛顿邮报》的新闻 这则新闻涉及到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 和以色列总理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 根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 哈里斯已经决定不在内塔尼亚胡 与本周三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 主持参议院会议 知情人士要求匿名 因为他们讨论的是私人对话 尽管哈里斯拒绝主持会议 但根据一位美国官员的说法 内塔尼亚胡预计在访问期间 会在其他时间与哈里斯会面 并且可能还会与总统拜登举行会谈 这引发了人们对哈里斯如何应对以色列 在加沙战事中的强硬立场的广泛关注 特别是在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之后 哈里斯的团队早在拜登宣布 不在竞选连任之前就已通知参议院 他不会主持内塔尼亚胡的演讲 而他的发言人则拒绝对此置评 民主党在这场战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预计数十名自由派议员将抵制内塔尼亚胡的演讲 他们担心内塔尼亚胡利用这个机会 来巩固其在国内不稳定的政治地位 而共和党则一致支持内塔尼亚胡 并对任何针对总理的批评进行攻击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威胁 要逮捕任何可能制造骚乱的人 除了哈里斯之外 参议员帕蒂莫里也拒绝了主持联席会议的邀请 最终参议员本卡丁将承担这一式角色 卡丁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他是一位犹太人并计划在年底退休 关于谁将主持参议院的争论 凸显了这次演讲对民主党人来说的尴尬局面 尽管他们在今年春天以大量票数支持 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支持 但他们对内塔尼亚湖的战术 和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感到痛苦 白宫官员私下里也试图与内塔尼亚湖的访问保持距离 并告诉人们他们没有参与到邀请事务中 拜登原计划在内塔尼亚湖 对国会发表演讲的当天前往德克萨斯州 并可能错过这次演讲 值得一提的是 作为副总统 哈里斯也是参议院的主席 他在投票平局的情况下 对立法或提名投下决定性的一票 不过他很少主持国会会议 除非是像联席会议这样的特殊情况 哈里斯在拜登政府中 有时是质疑以色列如何对哈马斯进行战争 并对平民伤亡规模发言的最高级别成员 这引发了以色列方面的担忧 认为如果哈里斯在2024年大选中获胜 他可能会对战争采取比拜登更强硬的立场 在过去的一些公开场合 哈里斯曾表示以色列在自卫时 方式很重要 太多无辜的巴勒斯坦人被杀 他强调了平民痛苦的规模 以及相关影像和视频的毁灭性影响 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显示 自哈马斯10月7日的袭击造成约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 并留下数百人被劫持后 以色列的攻势已造成超过39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这一惨烈的数据背后 拜登与内塔尼亚胡在要求以色列允许更多人道主义援助 进入加沙和暂停某些武器的交付方面发生了冲突 拜登是一位坚定的以色列支持者 但他在对内塔尼亚胡的某些政策上表现出了明显的矛盾 现在让我们从几个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和评论 首先 从外交角度来看 哈里斯拒绝主持此次国会联席会议的决定 无疑是一个敏感的政治举措 作为副总统 他的决定不仅仅是个人立场的体现 更是对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一种间接表态 哈里斯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可能是在为自己未来的政治前途铺路 尤其是在拜登宣布不会竞选连任之后 哈里斯需要在国内外政策上展示出更独立和强硬的一面 以争取民主党内不同派别的支持 其次 从党派政治角度看 民主党内部的分裂显而易见 自由派议员的抵制和共和党的团结形成鲜明对比 这反映了美国政治在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内塔尼亚胡的演讲不仅是一次外交活动 更是一场国内政治秀场 共和党利用这一机会来攻击民主党内部的分歧 而民主党则试图在支持以色列和关心人道主义危机之间找到平衡点 另外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分析 哈里斯的立场和行动无疑会影响到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尽管美国历届政府都对以色列表现出强有力的支持 但在具体政策上 尤其是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时 两国的立场并非总是一致 这次事件进一步凸显了美意关系中的微妙平衡 哈里斯的态度和拜登政府内部的分歧 可能会让以色列在未来的国际舞台上更加谨慎 最后 从人道主义角度来看 哈里斯对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的关注 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民众的声音 战争伴随着巨大的平民伤亡 这是任何国家和政府在进行军事行动时 都必须面对的道德困境 哈里斯的表态可能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压力 更是在提醒以色列政府和国际社会 战争需要有人性和道德考量 总结来说 哈里斯拒绝主持内塔尼亚胡在国会的演讲 反映了美国政治中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民主党内部分歧 共和党的攻击 国际关系的微妙平衡 人道主义的关注 这些都交织在一起 构成了这一事件的多层次背景 这不仅是一次政治事件 更是对未来美与关系极其政策 走向的一次重要检验 请大家继续收看我们节目 更深入了解这一事件背后的故事和影响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第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副总统卡玛拉 哈里斯决定不主持以色列总理 本雅明 内塔尼亚胡在国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讲 引发了关注和讨论 这一决定是在内塔尼亚胡于的周三下午 发表演讲前宣布的 而哈里斯拒绝主持的原因 涉及多方面的政治和外交考量 背景及情况 哈里斯的拒绝是在一个敏感的时刻宣布的 当时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 由于加沙战争和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的局势 处于紧张状态 10月7日 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袭击 造成大约1200名以色列人死亡 数百人被绑架 随后 以色列对加沙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根据加沙卫生部的数据 这些行动已经造成超过390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哈里斯的立场 作为副总统 哈里斯在民主党内部对以色列的行动 持批评立场 他曾公开表示 对以色列如何进行战争 以及造成的平民伤亡 表示关切 他的团队早在拜登宣布 不在竞选连任之前 就通知参议院 他不会主持内塔尼亚胡的演讲 这一举动 被认为是哈里斯 在寻求总统提名前 未了在党内不同派系之间 保持平衡的策略 政治分歧 内塔尼亚胡 在美国国会的演讲 引发了美国政界的严重分裂 许多自由派民主党议员 计划抵制内塔尼亚胡的演讲 担心他会利用这次机会 巩固其在以色列国内不稳定的政治地位 相反 共和党人则 一致支持内塔尼亚胡 并对任何对他的批评表示反对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 甚至威胁要逮捕任何扰乱演讲的人 替代安排 参议员帕蒂 莫里也拒绝主持联席会议 最终由参议员本卡丁担任这一角色 卡丁是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 并且是犹太人 预计在年底退休 他的主持被认为是一个相对妥协的选择 既能保持仪式的庄重性 又不至于引发更多的党内争议 白宫的态度 白宫官员试图与内塔尼亚胡的访问保持距离 告诉媒体他们没有参与邀请 拜登原计划在内塔尼亚胡演讲当天 前往德克萨斯州 已避开这次演讲 然而 拜登作为一名坚定的以色列支持者 也与内塔尼亚胡在一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特别是在如何处理人道主义援助和武器供应方面 总结 哈里斯拒绝主持内塔尼亚胡演讲的决定 反映了美国内部在对待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他此举既是对自己政治前途的考量 也是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回应 这一事件进一步凸显了美国政界 在处理国际关系和人道主义问题时 所面临的复杂挑战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 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 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大家好 对于哈里斯拒绝主持内塔尼亚胡的演讲 我认为这是一个勇敢且明智的决定 他充分考虑到了民主党内部对以色列的分裂情绪 以及大量巴勒斯坦平民在加沙地带的苦难 他的决定展示了他对人道主义的关注和对正义的坚持 当年的甘地说过 一个国家的伟大和道德进步 可以依靠其对待最弱势公民的方式来衡量 而哈里斯正是在这样的道德基础上做出这个决定 天书 你这观点听起来像是在参加选美比赛啊 哈里斯拒绝主持内塔尼亚胡演讲 这无异于在外交上向以色列直接泼了一盆冷水 你知道吗 最早支持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可不这么认为 当时他可是第一时间承认了以色列的建国 哈里斯的行为只会加深美国与以色列的矛盾 让我们的外交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齐齐 你可真会找话题来辩论啊 哈里斯拒绝主持这个演讲 不是什么泼冷水 而是表现出他有独立的外交政策思考能力 历史上 当尼克松访华时 基辛格可是秘密访问中国 打破了中美之间的冰冷局面 哈里斯的决定 或许也能为未来的美以关系带来新的契机 天书 你这个比喻真是太过理想主义了 哈里斯的做法只会被解读为对以色列的公开不满 让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进一步削弱 内塔尼亚胡布什第一次在面对反对声音时 依然坚持自己的立场 就像当年丘吉尔面对纳粹德国的进攻一样 他不会因为几句批评就改变自己的政策 哈里斯在这个时候选择退缩 反倒显得他缺乏足够的政治胆识 齐齐说到政治胆识 你倒是忽略了一个关键点 哈里斯的决定其实是在为民主党内部的团结考虑 就像当年林肯在内战期间 为了凝聚北方各州的力量 他做出了许多对内的妥协 哈里斯这个决定 反而是一种政治智慧的体现 让党内的不同声音能够借此找到一个共同的立场 天书 你说得好像美国政治是个大家庭饭桌一样 实际上 国际政治就是一个巨大的棋局 每一步都至关重要 哈里斯的做法 无异于把美国的外交棋子随意摆放 让我们失去了对盟友的信任 你知道当年美国和苏联的冷战 如果美国总是像哈里斯这样宽容苏联 那早就输得一塌糊涂了 哈里斯应该展现出强硬的态度 而不是让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